Annie Changer 就想問96-18又怎麼看呢 在240元的水平買不買得過 我覺得暫時可以先等一等 剛才都說 雖然整個板塊 最近是好不少 但是其實京東也一樣 都彈了一定的幅度 你剛好今天也一樣 跟市場一起回回一些 技術上說 它暫時是跌穿到100天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看看 譬如今天三個時間 100天線可不可以站上去 因為如果站不上去的話 反而我寧願你等價格下低一點 譬如去挨近225元這些位置 才做一個部署 這樣會好一點 我想早前要炒到Range 上面來說 260元是下一站的一個目標 要破到的 才大概280元左右做一個目標位